早在2003年,一号就成为了韩国足球联赛中最年轻的职业球员 但是他声名确喜的,却是在一次比赛冲突中 以一己之力横扫对方11名球员,因此被终身禁赛 但也让他成为了综合格斗场上的一颗星星 没过多久,一号便以他凌厉的进攻和超强的抗击打能力,获得了僵尸的美誉 并一路过关斩将,取得了挑战世界拳王的资格 然而就在决战前夕,未免拳王却因兴奋纪事件而接受调查 比赛也因此被迫取消 听到这个消息,身为哥哥见教练的英号心情沉重 望着一号那悲痛的身影,他思考着如何才能帮助弟弟化解内心的苦痛 毕竟为了这场比赛,兄弟俩足足准备了八个多月 然而,当英号故作轻松地来到一号的身后 竟然看到对方正在大快夺一 一号的散满态度让英号怒火中烧 他直接一个爆摔将其掀翻在地并牢牢压制 可尽管如此,一号还是死死咬住炸鸡不放 正当二人打得难解难分之际 随着一号的嫂子一声爆喝 哥俩才善善地各自收手 紧接着,他们收拾妥当 准时来到了粉丝见面会 在问答环节中,英号对弟弟的天赋可谓赞不绝口 就在会场气氛其乐融融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影出现了 对于运动选手商业化 耿直的英号一直非常反感 因为只有冠军才是他唯一的目标 可他的妻子却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气得英号拿上经纪人的名片夺门而去 哥哥与嫂子的意见分歧 丝毫没有影响到一号 次日清晨,他照常按时起床进行长跑训练 途中还不忘发挥一下助人为乐的精神 直至天光大亮 一号才回到自己的拳馆 可此时,几个陌生男人却将他围在了中间 这时,嫂子也打来电话 质问英号的踪迹 一号这才得知 自己的哥哥竟然失踪了 于是他迅速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原来,前日来此寻求商业合作的经纪人 居然在昨天深夜遭到了谋杀 就这样,作为嫌疑人的弟弟 一号被稀里糊涂地带到了警局 审讯室里 他始终无法对英号名下的巨额财产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毕竟此刻的他也处于蒙圈状态 不过一号始终坚信 英号绝不是杀人凶手 正当他准备起身离开 去寻找哥哥的时候 却被告知 自己也被扣上了嫌疑人的帽子 对于一号这种冲动性人格 警长可谓是深恶痛绝 然而他身边的年轻警员 却是一号的超级粉丝 就在警长准备对手下进行一番说教的时候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时 同牢房的一个猥琐男人 慢慢走进一号 并递给他一个小黑盒 一头雾水的一号打开一看 居然是英号的结婚戒指 以及一张透明的贴纸 依照里面的说明书 一号将贴纸放在耳后 紧接着 他便听到了英号的声音 这一惊人的发现 立刻让一号精神大震 他直接无视周围警察的存在 自顾自的与英号讲起了电话 听到英号的惨叫声 一号顿时心中意警 可随后 耳机中又传来了一个神秘男人的声音 对方声称 自己就是绑架英号的元凶 并希望一号从此听从他的吩咐做事 否则就撕票 听出了一号的不屑遗故 神秘男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当即说出了一号此时的一举一动 一口咖啡呛得神秘男彻底无语 这缺心眼的一号 竟把他当作了电视台的节目人员 不过很快 通过英号那奄奄一息的声音 一号无奈地明白了 这并非是一个玩笑 接着 神秘男又噼里啪啦 说了一大堆的废话 而一号只听明白了一句 那便是 想救哥哥 他就必须要戴上手环 这神奇的操作 让一号简直不可置信 他试探着走出了牢门 可还没走出几步 便被警长及时发现 直到此时的一号还是心存怀疑 这难道真的不是电视台的恶作剧吗 可当他被两名警员狠狠地 按在栅栏上时 愤怒的一号再也压制不住 心中的怒火了 与此同时 神秘男则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 就格斗高手能否顺利逃出警局一事 开出了外围赌装的盘口 而此刻 戴着手铐的一号 则需要同时面对十几个警察的围攻 一时间 办公室里被折腾的鸡犬不宁一片狼藉 虽然一号只是躲闪 并没有再次出手伤人 但警员们对他却毫不手软 从赤手空拳到胶皮警棍轮番上阵 最后在电击枪的作用下 一号终于被干翻在地 可仅仅几秒钟之后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随着一号的成功逃脱 神秘男则赚了个盆满钵满 接下来 他继续用远程操控的方式 指挥着一号逃离警局 而两眼硬抹黑的一号 也是别无选择 他只能依据指示 七拐八绕一路狂奔 这一刻 成千上万只羊驼 从一号的心中狂奔而过 而警察教官更是满头黑线 与此同时 神秘男已为一号指明了逃跑方向 就在教官派出一队人马 对其实时抓捕时 一号也做好了应对准备 辗转腾挪间 他便利用灵活的脚步 将第一队警员晃得倒地不起 而此时的神秘男 也已开出了第二轮独居 随着教官一声令下 手持棍棒的第二队相继涌上 虽然人数翻倍加上装备提升 但警员们就是不能伤到一号一丝一毫 反倒是由于现场的混乱 导致教官惨遭误伤 于是防暴警察清朝出动 各种路障道具集体亮相 势必要将眼前这个小贼生情活捉 人海战术下 走投无路的一号被逼上了囚车 正当警员如丧尸压境般围攻囚车时 满脸是血的教官 誓要一血前耻 朝着车内就是一颗催泪瓦斯 烟雾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 与此同时 刚刚在办公室被戏耍的警员们 也蜂拥而至 两队人马正式会师 话音未落 一号便从车顶钻了出来 甚至运跨出三界外的惊人一跳 跃到旁边的车棚顶 还没等意外摔下的一号缓过神来 防暴警察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橡胶子弹 神秘男则在开启第三轮堵局后 也为一号开启了逃生之门 本着不成功变成人的信念 一号只能孤注一掷 在枪林弹雨间 朝着铁门的方向跑去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铁门却被子弹击中从而关闭 情急之下 一号只能把心一横 破门而出 随后 三下五除二爬上了围墙 尽管屁股上挨了一颗橡胶子弹 但还是翻墙而过 重获自由的一号 刚刚从路边爬起 就发现一个身穿红衣的外卖小哥 一闪而过 瞬间 他便想起了神秘男所说的红天使 救人心切的他 不管三七二十一 朝着外卖小哥就是一路狂奔 如此疯狂的举动 吓得小哥直接加大油门 夺路而逃 直到这时 一辆红色汽车 才停在了一号的身旁 面对一号的质问 开车的美女才懒得跟他废话 将车停到路边后 他直接亮出了手铐钥匙 迫于无奈 一号最终还是上了汽车 但坐在车内的他却絮絮叨叨 狂喷不已 眼看对方装聋作哑 气愤的一号索性一把抓住了方向盘 然而对方却不为所动 不仅双手离开方向盘 并且还加大了油门 在体验了一段惊险的架势后 最终一号放弃了对于美女的恐吓 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听之认之了 没过多久 二人来到一座楼前 靠着美女的VIP黑卡 他们走进了一间地下赌场 对于美女的指示 一号完全不想执行 可此时 神秘男却以英号作为要挟 让他不得不逆来顺受 谁知美女却以一号骚扰他为由 找到两名保安求助 自其则一转身 消失在了大门后 很快 一号就在走廊中 发现美女进了一个包厢 可当他追到屋内才发现 里面竟然空空如也 忽然音乐声响起 神秘男如此变态地要求 让一号忍无可忍 一气之下 他只能对着茶几发现怒火 可纵使心中一万个不情愿 一号最终还是听话地唱起歌来 看着他压抑又无奈的样子 神秘男兴奋地发出了嘲讽的笑声 赌场老板则在监视器前 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而此时的美女却已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得知了一号的踪迹后 警长立刻带人出动 不料却遇到了一号的嫂子 前来警局要人 着急去抓人的警长不过说了两句 就被嫂子一个锁喉按在地上摩擦 警局那边一团乱麻 一号这边更是麻烦不断 一大群打手涌入包厢后 朝着他一顿拳打脚踢 神秘人的这个提示 如同给一号打了一针兴奋剂 瞬间之后他便小宇宙爆发 接连将17个打手的腿一口气全部提断 随着一号这番狂暴操作过后 他身后的暗门也相继打开 接下来到达三楼的一号 在语音导航的指引下 穿梭于迷宫一般的走廊中 最终在躲过了大批手持棍棒的打手后 来到了一个房间 按照语音指示 他打开了桌上的小黑盒 里面不仅有英号被打的照片 还附赠了一根断纸 就在心痛不移的一号简直快要崩溃时 身旁的房门已经徐徐开启 等待他的则是整栋楼的所有打手 此时一号的心中 已被复仇的欲望牢牢占据 他如同雄狮一般愤怒地冲向了人群 由于这次的场地 较之刚才的包厢宽敞了不少 一号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格斗技术尽情发挥 在各种各样必杀技的加持下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就将对方打得七零八落 然而当他一路杀进最终的房间后 却发现被绑之人竟然不是自己的哥哥 可无论他如何盘问 对方大佬始终都是一脸蒙圈 忽然墙上的屏幕播放起了现场直播 而直播内容正是英号被人殴打的画面 哥哥的几句话让一号毛色顿开 他的心底瞬间浮现出了一个营救计划 但此时楼里已经涌进了大批警察 一号只能先按照神秘人的指示 迅速从楼顶逃离 然而等到一号一路跑到天台 才发现为他预备的逃生路线 竟然只是撑在两座楼之间的一大块蓝布 看来走投无路的他如今只能放手一波了 可还没等他一跃而下 警长就已经出现在了天台 尽管枪口下的一号恳切地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但警长仍然用手铐将他与自己铐在了一起 情急之下 一号一把夺过手枪 拖着警长就要跳楼 吓得警长立刻打开了手铐 这才逃过一劫 而一号则直接掉进了既定的着落地点 为了能够让赌博游戏得以进行 神秘男迅速派出手下实施营救 可等众人赶到现场 看到的却只是一个手环 这下神秘男坐不住了 要知道 如果一号失踪 那他的赌装可就没得完了 为了尽快找回这棵摇钱树 神秘男展开全程大搜捕 而第一个发现一号踪迹的 正是那个红天使美女 只见他拿起电枪 朝着奔跑中的一号发起了突袭 但并没有什么用 红天使索性死死抱住一号不放 而二人在野地里这番折腾 引来无数路人拍照围观 最终 蜡手催花的一号一拳将其打倒在地 然后迅速朝着汉南大桥跑去 经过十公里的奔跑 一号终于来到了桥上 望着巨型广告牌上的高速鹰 他知道自己距离哥哥越来越近了 然而当一号跑到了广告牌下 却目睹两个男人 驾着遍体鳞伤的鹰号走出了大楼 来不及多想 他一头钻进了汹涌的车流 朝着马路对面狂奔而去 就在他眼看着 押送鹰号的汽车扬场而去之时 对方却突然挂上倒挡 朝着他急驰而来 而此时 大难不死的警长则立下了大功 虾猫碰上死耗子 莫名其妙就破获了一个地下赌场 当看到市民上传的一号与红天使的野战视频后 警长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感情我们在这出生入死 你俩在那欲先欲死 气得他当即决定 将红天使也列为通缉目标 而此时 侥幸逃脱的赌场二当家正躲在天台上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号到底是哪个帮派的人 可随后 大屏幕便告诉了他答案 将他们团灭的一号 竟是职业格斗运动员 未等他反应过来 手机又传来了一条匿名短信 里面的内容 正是一号目前所在的具体位置 与此同时 警长也通过对讲机 获取了一号的具体方位 另一边 随着一瓶凉水披头交下 一号从昏迷中渐渐苏醒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正身处足球比赛现场的看台上 而坐在他身边的 依旧是那位噩梦一般的红天使 通过视频电话 他终于见到了英号 同在比赛现场的兄弟俩 自然是激动万分 聪明的英号仅用一句话 便成功将自己的位置告知给了弟弟 就在这时 神秘男突然加入连线 兄弟俩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竟被对方当成了手中的玩物 听着对方欠揍的话语 兄弟俩异口同声地对其发出了亲切问候 对于他们的痛骂 神秘男则充耳不闻 搞来搞去 还是这种九死一生的游戏规则 气得两兄弟对着神秘男又是一通咒骂 但骂归骂 脚踝上的炸弹可不是闹着玩的 眼看身边的红天使转身就走 一号赶忙追了上去 话音未落 只见赌场二当家带着一条人马出现 二人见识不妙转身就逃 不料身后的通道闸门却已关闭 无路可退的红天使只能带上直虎 与一号并肩作战 混战中 一号与红天使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砍伤 但一号还是凭借着超强的武力只 将对方直接团灭 转眼间就剩下了二当家一个人还在坚持战斗 摆平了黑帮的二人 重新回到体育场的看台 见到红天使身负重伤 一号主动放他离去 自己则在巨大的体育场内 四处寻找哥哥的下落 但仍不死心的二当家 则继续带领人马 对一号进行追杀 与此同时 警长也以带领一群警员赶到现场 两股势力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拼死追逐 最终在通道入口处 警方将一号堵了个正招 可还没等他们实施抓捕 二当家就带领手下出现在了现场 一时间 现场气氛无比尴尬 这时 一群球迷恰巧从通道中涌出 一号趁机一闪而逃 将警匪双方留在了原地 就这样 黑帮分子靠着假冒球迷逃过一劫 而此时的一号终于看到了英号的身影 见到弟弟的英号也大力出奇迹 竟用谨慎的力气 将身边的看守一击搞定 就在兄弟二人即将成功会师的时候 通道闸门却再一次落下 将他们彻底分割 虽然不知道哥哥话里的意思 一号仍然听话地爬上了体育馆的顶部 可还未等他找到任何线索 就被二当家迎面挡住了去路 双方交手中 失去平衡的二当家险些坠落高空 多亏一号的出手才捡回了一条命 二人之间的误会也因此彻底解开 同时一号似乎也明白了哥哥给出了提示 俯视中他很快便锁定了一间贵宾室 随着爆炸时间即将到达 留给一号的时间不多了 下定决心的他如同离闲之剑一般 手抓掉麦一跃而下 神秘男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的老巢会被攻破 而停止的定时炸弹也寓意着赌局就此失效 羞耻感瞬间涌上他的心头 气愤的他本想一刀了结掉昏迷中的一号 可转瞬间他又记上心来 于是兄弟俩遭遇了二番劫持 然而就在两名马仔将一号抬上汽车时 却被藏在车内的红天使抢占了先机 次日一早 红天使将一号安置在了郊外 自己则与神秘男取得联系 并要求对方支付十倍佣金 用以换回一号 可当红天使打完电话回到屋内 才发现一号居然消失了 眨眼的功夫 一号便用胶带将对方捆成个粽子 这时房门外出现一个老人 一号这才得知 原来这里竟是红天使的家 而眼前这个坐着轮椅的老人 就是他的父亲 根据墙上的照片不难得知 红天使曾经竟是一名冠军拳手 一时之间 一号对红天使的好感油然而生 傍晚 他找来了自己的死党眼镜兄 在讲述了这两天的经历后 二人决定要用网络转播的方式 将幕后的神秘人彻底曝光 而红天使的任务 就是将一号交还给对方 接下来 红天使如约将一号带到了指定地点 不远处的助理则架起了信号接收器 并远程指挥着一群黑客好友 试图通过网络技术 找到并干扰神秘男 不一会儿 一辆汽车从一号身前经过 一个小黑盒随即被丢到了一号手中 在佩戴好手环和通讯装置后 一号按照要求朝着指定地点而去 而与此同时 黑客们则各显神通 亲客之间 便对整个城市的网络进行了干扰 但这对于神秘男手下的黑客小弟来说 却是小菜一碟 只需几行的简单的代码 网络便瞬间恢复了正常 可他的这个操作 却差点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这时 神秘男再次与电梯中的一号取得了联系 话音刚落 一个外国拳手的比赛视频就出现了 而此人 竟是原本他要挑战的俄罗斯拳王 看来这就是神秘男 为他准备的终极挑战 然而就在一号刚刚走出电梯时 他不仅一眼看到了被吊在天井上的英号 同时也遭到了拳王的遗弃直拳 偷袭得手后 对方还不忘丢给一号一副拳套 看来想不打都不行了 与此同时 红天使也没有闲着 他同时拨打了黑白两道的电话 将神秘男开办幕后赌装的事情进行了曝光 并将决斗地点详细告知 得知真相的警长和二当家 即刻各自召集人马 准备一血前耻 随后 他又开车找到了眼镜兄 身负着兼具使命 红天使来到了火车站 在经过一番寻找后 他终于锁定了神秘男的位置 靠着敏捷的伸手 红天使躲开了警卫的视线 并钻到了神秘男的车下 通过眼镜兄的指导 他成功将U盘插进了服务器 而此时 一号与拳王的决斗如火如荼 双方的招式可谓拳拳到肉毫不留情 拳脚分飞之间 二人打得难解难分 殊不知 这一切已被黑客团队成功曝光 全市的网络系统此刻都在直播着二人的大决战 看到一号被拳王打得无法招架 英号痛彻心扉 屏幕前的市民们则不住地为一号加油助威 这时 英号无意中发现 场外大屏幕正在实况转播 他立刻将这一发现传达给一号 可话刚说完 英号就掉了下去 这一刻 一号体内的小火山也终于爆发 一出重头戏后 拳王被撞得眼冒惊心 一号则趁机将其彻底绝杀 当他踉枪着跑到天井查看时 竟发现哥哥英号 竟奇迹般地卡在了井地 兄弟二人相视而笑 他们这次终于团聚了 而此时场外 二当家也将神秘男的楼落一网打尽 并将他们压至警长面前邀功 就这样 一脸无辜的二当家被当场逮捕 而英号兄弟则顺利脱险 但还未等他们找到警方求助 神秘人就再次发来语音 为了彻底解决此事 一号孤身一人来到指定地点 在一幢破旧的大楼里 他终于见到了那个 差点害死自己的神秘男人 然而 此时的一号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 筋疲力尽的他 一时间竟被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一号借机一跃而起 将神秘男拦腰抱住 一同坠向地面 而目睹了这一切的红天使则心如刀割 一号的侥幸生还 让红天使顿时松了一口气 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终于忍不住心中的狂喜 上前给了对方一个雄抱 此刻 大批警员赶到了现场 而警长这个马后炮 也立刻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这时 二当家恰巧看到了单架上的一号 而正当一号和红天使深情对望时 来自嫂子的关爱 却差点让他原地升天 还好哥哥英浩及时出现 他不仅瞬间吸引了大批记者 还将妻子的关爱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就这样 身负重伤的两兄弟 在救护车上欢聚一堂 作为一部动作类型电影 顶级较量 却用喜剧的表现手法 将故事中的生死考验 进行了完美展现 使观众在体验惊险刺激的同时 还能时常抱小连连 而出演主角的师弟李正仔 在影片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他不仅为了出演角色 苦练出了完美体型 并且还将初中有戏的人物性格 演绎得淋漓尽致 加之一票配角的精彩表现 更让影片的观赏程度 提升了一个档次 韩国偷盗界 有位人称贯能钥匙的大盗 号称无论什么保险柜都打得开 此人不仅飞檐走壁 身手了得 而且智商奇高 总能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 完成作案 这次被他盯上的 是件价值连城的古董 凤头瓷器 大盗趁夜色 只身潜入大厦 打开精密的保险箱 对他来说 就像开罐头一样容易 一顿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把整栋大厦的保安 耍得团团转 最后 再按照之前早就计划好的方式 完美撤退 然而遗憾的是 刚刚得手的宝物 却在回来的路上 莫名其妙地裂开了 老金心疼不已的同时 智贺非但不心疼 反而直接将宝贝塞成了碎片 接着 进入3D打印机 将碎片重新合成 还打算将这件宴品 进行公开拍卖 甚至连拍卖师都想好了 老王是拍卖界公认的业界良心 他一眼看出 这个凤头是合成品 并呼叫了保安 然而当智贺告诉他 这个艳品 其实就是用真品碎片 制作而成的之后 老王的态度 立刻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既然真品不在了 那么从今往后 这件就是唯一存世的孤品 而且智贺出手 也是相当的大方 于是 在业界良心的一番鼓吹之下 艳品果然以5亿的价格 被一个冤种大佬给拍走了 除去给老王的佣金 智贺和老金这次 近赚4个小目标 但智贺却并不知道 拍走艳品的大佬 可不是个善茶 他竟然是警方重点关照的黑道大哥 黑道大哥人称曹社长 在道上是出名的心狠手辣 就在他拍下艳品的同时 警方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 就被他的手下当街抓走 可怜的卧底在遭到一顿毒打之后 被曹社长残忍地埋进了水泥 如果智贺看到了这一幕 不知会作何感想 智贺和老金是合作多年的黄金搭档 每次行动 智贺只负责开锁 所以被称作金库技术者 而期间所需的所有器材设备 甚至人力资源 都由老金一手安排 因此 老金的称号是人脉掌控者 二人默契配合 多年以来从未实手过 但智贺却总是觉得 光靠偷窃来的钱总是太慢 于是 他甚至不惜吃巨资 买了一套专业印刷设备 想要自己印钱 但毕竟树叶有专攻 智贺做出来的假币 虽然在印刷技术上 已经做到了完美无瑕 可惜只要一碰到酒精 图像便会完全溶解 因此 智贺的宏伟计划 也只能暂时搁置一边 但四个小目标 已经无法满足 智贺越来越大的胃口 老金一听三十个小目标 脸上顿时乐开了花 但标得越大 需要的技术就越复杂 于是 两人移对商议之后 决定再增加一名 懂电脑的黑客高手 说到找人 老金很快想到了 一个业内高手 小朴 此人年纪不大 但技术却相当过硬 小到入侵超市收银系统 大到瘫痪股市 他只要手中有电脑 便所向无敌 唯一让人担心的就是 江湖传言 他经常卖队友 为了保险起见 智贺决定 先约小朴面试一次 并把地点 约在了喧闹的酒吧之中 而面试的内容 就是让小朴一直跳舞 智贺一言不发地 看了小朴一晚上 没想到 智贺看好的 正是小朴这种 一眼看上去 就能卖队友的形象 于是 三人一拍即合 万能钥匙小队 正式成立了 第二天一早 在老金的介绍下 三人在郊外 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厂房 作为临时办公地点 智贺顺便还收了 带他们看场地的 小混混为小弟 离开厂房之后 智贺就带着老金和小朴 来到了这次任务的目标地点 三人分工明确 三人分工明确 小朴负责记录 以及破坏附近的监控设备 老金负责摸清街道地形 和推算派出所出警的时间 而智贺则在高处审时夺市 制定最终的作战计划 三人回到工厂之后 将各自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 最后发现 只是去踩个点 当然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 至于如何进贵宾室 智贺早就胸有成竹 原来智贺一直以来 都在默默关注一个 叫做恩夏的女孩 恩夏是一家美术馆的经理 智贺上次卖掉赝品凤头之后 就曾找过恩夏 表示想要投资她的美术馆 从而和恩夏建立了联系 而现在智贺认为 是时候进一步发展 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原来智贺只是想借 恩夏的项链一用 他们以鉴定珠宝的名义 来到了一家珠宝店 连恩夏都没想到 父亲给他留下的项链 竟然价值连城 就在珠宝店员 惊讶于如此贵重的珠宝 恩夏居然不是用来收藏 而是拿来带的时候 智贺趁机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 不动声色地 一脚踢到了座椅下面 随后 智贺又带着恩夏 来到了目标珠宝店 店长一眼就看出 项链价值非凡 连忙将两人请进了贵宾室 就这样 智贺没花一分钱 就堂而皇之地 掌握了贵宾室里的所有情况 然而 就在万能钥匙小队 紧锣密鼓准备行动的时候 黑社会大佬曹社长 也在准备一个大动作 而能完成这个动作 至关重要的一环 就是需要一位顶尖的金库技术者 于是 全韩国的偷盗专家可就遭了殃 曹社长的鹰犬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到处抓小偷 这些小偷被带回来之后 需要进行一项测试 就是在五分钟之内 打开曹社长提供的保险柜 同时 为了保证秘密不被外泄 那些没有通过测试的小偷们 便会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没想到 就在他踏破铁鞋无秘处的时候 会有高手主动送上门 深夜 一个醉汉 亮枪地走到一家珠宝店门口时 却突然发起了酒疯 化妆成醉汉的老金 在成功引发警报之后 不着痕迹地在橱窗上 留下一枚微型炸药扬场而去 警察来得很快 但当他们得知 警报只是被路过的醉汉引发之后 便放松了警惕 可就在警察准备开门入室检查的时候 致贺白天留下的公文包里 突然冒出滚滚浓烟 紧接着 橱窗的玻璃又被炸碎 大量的黑烟从珠宝链里涌出 警察立刻停止了动作 并开始呼叫火警 但警察们并不知道 整条珠宝街上的监控 已经全被切断 就连他们发出的火警讯号 也不会有人收到 而就在警察手忙脚乱之际 街道的另外一侧 致贺和老金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两人熟练地割开玻璃 捏手捏脚地钻进了珠宝店 在进入贵宾室之后 二人开始分头行事 老金负责切断室内监控的电源 而致贺则开始用电钻 破坏保险柜 可电钻的声音 在深夜寂静的街道上 格外刺耳 很快便引来了 例行巡检的警察 负责放风的小嫖 立刻通知老金 谁知致贺反而还加大了马力 老金无奈只能铤而走险 自己充当诱饵 引开警察 好给致贺争取破解密码的时间 老金的这招声东击西果然凑效 致贺顺利地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钻石 万能钥匙小队的第一次行动完美收官 第二天 曹社长在听到自家珠宝店被盗之后 飞弹没有动怒 反而洗上霉烧 曹社长对于丢失的钻石并不担心 因为这是一批极其罕见的高端货 整个韩国能处理这个级别的 嚣张分子就那么几个 他不但能让这些钻石完毕归照 还能顺藤摸瓜 找到偷东西的人 果然没过几天 致贺的小弟就带着珠宝出现了 小弟虽然很警觉 但他没想到 此后 智贺和他们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都已经尽在曹社长的掌握之中了 摸清了这些底细之后 曹社长派人 突袭了智贺的临时厂房 智贺等人虽然不肯束手就擒 但对方毕竟是黑帮 黑帮对毛贼 毛贼完败 但嘴硬并不能改变他们三人的处境 曹社长将他们饿了三天三夜之后 又开始以他们各自的家人做威胁 而智贺由于是孤儿 恩夏就是他的软肋 可智贺却十分不解 到底是多大的生意 需要堂堂曹社长如此大费周章 而曹社长开出的合作条件也很诱人 除了之前失窃的钻石归他们之外 他们每人还会再得到一笔5%的佣金 但如果他们不同意合作的话 之前那个被埋进水泥的卧底 就是他们的下场 威逼利诱之下 智贺只能暂时答应了下来 而对于智贺 曹社长也是心存疑虑 韩国突然出现如此身手了得的技术者 底子还如此干净 难免让他不放心 于是他又受益助手巴连哥 在继续调查智贺的底细 人传海关作为韩国进出口货物的第一关口 是整个亚洲警卫系统最严密的地方 曹社长所说的那1500亿 原来正是韩国某财团的秘密小金库 但是曹社长最近接到消息 这笔钱即将被运走 因此行动将在两周后开始 为了万无一失 曹社长甚至特殊定制了 和人传海关保险柜一模一样的模型 给智贺练习 巴连哥也弄来了行动需要的所有资料 也就是说 从智贺他们进入金库 到最终完成整个盗窃过程 一共只有10分钟时间 智贺这个万能钥匙小队所要做的 就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 做出一份完美的作战计划 当天晚上 曹社长就让巴连哥 把小嫖给请了过来 原来他发现小嫖的手机里 还保存着智贺盗窃珠宝的录像 这明显是为了在关键时刻 卖队友而准备的 曹社长也正式看上了小嫖这点小聪明 此时的智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除了队友的背叛 他还将陷入一场牢狱之灾 原来刑警队通过调取 珠宝店失窃案前一天的监控 发现了刑迹可疑的智贺 于是便立即以嫌疑人的身份 将他带到了警局 但智贺却一点也不慌 面对警长的询问 他口若悬河镇定自若 因为他知道 警察光凭一段街头的监控视频 是无法给自己定罪的 只要他们没有拿到 自己盗窃的直接证据 那么一切都只是推断而已 而当警长问起此事 为何曹社长不再追究时 智贺却礼貌地打断了他的问话 警长虽然认定 智贺跟曹社长之间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无奈手上没有确凿证据 他也只能咬牙切齿地 放智贺离开了警局 第二天 曹社长来智贺所住的酒店找他 可是刚一进酒店大堂 老谋深算的曹社长 便闻到了便衣警察的味道 他立即吩咐八脸歌 马上将智贺带走 而他自己也顺着安全通道 迅速离开了酒店 果然 当便衣发现曹社长进入酒店的那一刻 就已经通知了警长 但当警长带着大队人马匆匆赶来的时候 却发现房间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而智贺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警长却并不甘心 他不相信智贺会滴水不漏 于是他下令所有人挖第三尺 也不要放过任何一条蛛丝马迹 事情真如他所料 刑警们很快在智贺的房间里发现了一道暗门 就在警长还在怀疑 这究竟是智贺的疏漏 还是宜兵之计的时候 智贺已经将自己的作战计划 详细地跟曹社长进行了汇报 他计划 自己先以环保局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海关 然后再在海关的露天货场引爆炸弹 以转移警方的视线 与此同时 小嫖在搞垮海关的警报系统 发生火情而警报不响 海关便会以为警报系统出了问题 从而进行重新启动 从系统重启到完全恢复正常 整个过程需要45分钟时间 智贺他们便可以利用这宝贵的45分钟 进入金库打开保险柜 然后转移纳1500亿现金 可如此完美的行动计划 智贺却认为还有遗漏 那就是如此巨大数量的现金 他们怎么运出海关 原来 老奸巨华的曹社长早有准备 他早在一年前 就在境外注册了一家影印公司 主营业务 就是印刷和韩元形制完全一样的优惠券 在他们行动之前 会有和1500亿韩元相同重量 甚至张数都一样的优惠券 到达人川海关 到时候 只要销毁一部分优惠券 再将剩余的部分覆盖在针钱上面 以优惠券的名义 将针钱运出检查站 不得不说 曹社长的这招偷梁换柱 可谓是天衣无缝 无懈可击 他这种滴水不漏的算计 和心狠手辣的作风 也让智贺预感到了危险 老金立刻就听出了智贺的弦外之音 原来智贺担心曹社长最终会泄墨杀驴 提前伪造了一份货运公司的材料 等到现金出库时 换掉曹社长的货运公司 他们就可以独吞掉这笔钱 然而让智贺没想到的是 他和老金的对话 转头就被小嫖 一五一十的全部汇报给了曹社长 而曹社长同时拿到的 还有一份关于智贺的背景调查资料 原来智贺的开索技术并非无师自通 他竟然是原来韩国第一金库技术者 吴院长的关门弟子 由于师父在的时候 不允许他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所以智贺一直都不为人知 吴院长之所以如此要求智贺 是因为他自知罪孽深重 明明有一个亲生女儿 却不能相认 只能整日看着女儿的照片借酒交仇 他不想智贺不自己的后尘 经常教育他 后来吴院长因拒绝曹社长 让他再次盗窃 而被从天台上推下摔死 吴院长唯一的女儿 就成了智贺唯一的牵挂 而智贺一直以来 想要接近的女孩恩夏 正是吴院长的女儿 于是在查明这一切之后 曹社长便派人将恩夏给抓了回来 用作控制智贺的杀手锏 时间很快来到了5月14号 曹社长用假证件率先进入人川海关 以掌控全局 随后小嫖又以检修电话线路为由 通过了检查站 并迅速入侵了海关的安保系统 随着爆炸声响起 整个人川海关顿时乱作一团 智贺和八点哥分别以货运公司和安保人员的身份 趁乱混进了海关 一切都在曹社长的指挥下 按部就班的进行 安保系统失控之后 工作人员立刻给上级打去了电话 但由于小嫖的操作 电话却打到曹社长的手机上 随着安保系统的重启 45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 八点哥利索地放倒了金库门前的保卫 并迅速安排人换上了对方的衣服 随后带着智贺和老金进入金库 从现在开始算起 智贺只有10分钟时间 打开这只世界上最坚固的保险柜 巨大的压力 现在全都压在智贺一个人身上 智贺在之前用曹社长 给他提供的模型练习时 从来没有一次在5分钟之内打开过 于是他冒着电焊机爆炸的危险 让老金把功率开到了最大值 笔原计划提前切割开了保险柜 接下来就是最考验技术的开密码锁了 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 现在只剩下5分钟了 这一次智贺终于成功了 看着满眼的钞票 所有人都尝输了一口气 但现在并不是庆功的时候 再过20分钟 海关的安保系统就将恢复正常 智贺三人还需要将这1500亿现金 分成两车运到海边 从海上离开港口 第一车很顺利地装船运走 而就在智贺准备带走最后一车钞票的时候 警长也带着大批的警察和武警杀到了港口 智贺凭着过人的胆量和镇定 终于在系统恢复前的最后一刻到达了港口 可就在所有人员准备撤离的时候 智贺却突然表示自己要掩护大家去拖出警察 向相反的方向跑了回去 曹社长当然知道智贺要去哪里 曹社长猜得没错 智贺回来果然是为了修改货运公司的资料 曹社长用手枪挟持智贺 并拿出了恩夏的项链 表示要以恩夏的性命做要挟 让智贺带着炸药去投案自首 以引开警察 智贺为了恩夏的安危 只能听话照做 带着炸药在海边被警察拦下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智贺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跳海 在布画机里听到智贺落海的消息之后 曹社长开心地引爆了炸弹 老金很快得知了智贺的死讯 可没想到小朴不但不感到难过 反而说这样大家就可以多分一笔钱 老金气不过 便和小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可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小朴竟然突然掏出一把匕首 直接刺死了老金 临走时甚至都没有把他的尸体带走 至此万能钥匙小队彻底不复存在 得以洋洋的曹社长迫不及待地想观摩一下 这批优惠券换来的1500亿 可当他撕开包装 拨开最上面一层优惠券的时候 却惊讶的发现不止上面一层是优惠券 就连下面也是优惠券 这整车的现金竟突然都变成了优惠券 就在曹社长蹊跷生烟又疑惑不解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竟然是失踪的智贺 这下曹社长更懵了 不仅1500亿变成了优惠券 就连死人都复活了 然而警察并没有给他反应了时间 智贺的电话挂断之后 警长带着他的兄弟们不请自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智贺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 为的就是要将曹社长绳之以法 之前智贺之所以将内尊古董凤头打碎 重做成宴品 为的就是要将窃听器安装进去 而窃取到的录音 智贺又在前往仁川海关之前交给了警察 之前在酒店留下暗房 也是他故意为之 这样警方便可以提前知晓 他们的行动目标以及时间 曹社长见大事已去 便放出小弟与警察进行肉搏 他自己却驾车逃之夭夭 而就在曹社长的鹰犬 在前面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背叛者小嫖 却赶来把恩夏给救了出去 逃亡的路上 曹社长再次接到了智贺的电话 智贺在电话里 为曹社长揭开了起死回生 真钱变假钱的内幕 原来那天在仁川港开枪射击智贺的 正是他早就安排好的小弟 用的当然是空爆弹 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 真钱变假钱的戏码 是智贺对他那个不靠谱的 造假钱技术的灵活运用 其实曹社长运回的就是真钱 只是在仁川海关运输的过程中 被智贺小弟利用空档 重新打印上了一层优惠券 于是这些被当作证物的优惠券 又被老金和小嫖假扮的工作人员 堂而皇之地给没收了 当然老金也没有死 这一切都是智贺的轨迹 原来小嫖才是这出戏里最大的无间道 他手机里的照片 是故意让曹社长看到的 杀老金用的也是弹簧刀 智贺兜了这么大一个圈 当然不会让罪魁祸首曹社长成为漏网之鱼 他还有东西在曹会长那里 智贺亲自驾车 和曹会长进行了亲密接触 随后又抢先一步用枪抵住了他的脑袋 智贺拿回了恩夏的项链 但却放过了曹社长 他可不想为了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坏蛋 而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警长在智贺提供的证据帮助之下 最终将曹社长绳之以法 等着他的将是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活 而此时的智贺正带着他的小弟们 对着没收来的优惠券进行挥洒的酒精 这些优惠券的图案 一遇到酒精便会溶解 三吨优惠券在智贺神乎奇迹的操作之下 重新变回了他们的真面目 1500亿现金 智贺也履行了自己当初对恩夏的承诺 给了他十亿作为画廊的投资 不久之后 恩夏在一个国外的古董展会上 竟然见到了自己丢失已久的项链 他知道这是有人故意安排 当他看到那幅自己的肖像画的时候 恩夏知道 此时正有一个长腿欧巴就站在自己身后 韩国电影《高手们》中神偷的人设略显老套 但是金宇斌很好地用个人魅力 诠释了一个从继承者就显而易见的道理 剧情老套没关系 人物设定陈旧也没关系 长得帅就行 一出完美的无间道 让1500亿现金手到擒来 看着结局他们躺在钱里面打滚 酣畅淋漓 甚至比兜兜转转的夺宝联盟还要爽歪歪 如果本篇放到国内上映 这1500亿想都不用想 肯定最后是全数归还给公安机关 或者高手们就是人民公安的一份子 世上没有不好色的男人 除非他不行 这是丹尼信奉至今的人生格言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他 不只是个情种 还是名副其实的富婆收割机 富婆大腿抱一抱 新款宝马跑不掉 丁哥则是和他完全相反的存在 他认为色迹是空 女人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 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饭睡觉打犯人 就算收了12次警告 警察证也差点被吊销 投铁如他却依旧我行我素 这对万中无一的卧龙凤厨 在警界可谓是臭名远扬 可在警察组长老王眼中 他们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韩国最近新兴起一个名叫极乐派的教会 教会表面打着扶贫就弱的旗号 实则背地里做着令人发指的违法生意 更可怕的是 这个教会背后有无数达官附身的支持 创始者江盛基也是个一手遮天的人物 韩国近半数的政府高层都曾收受过来自他的贿赂 官官相护之下 压根没人能够撼动他这个大树 江盛基得以不断向上扩张自己的势力 成长为困扰警方不已的巨大毒瘤 丹尼和丁哥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老王盯上他正和富婆一堵春宵 把人哄得心花怒放 殊不知富婆的老公才是丹尼真正的目标 丹尼和丁哥则抄着棒球棍 闯进了道友们交易面粉的地下仓库 把埋伏已久的同事给吓得一愣一愣 他这个人办案从不守规矩也不讲究章法 在他一番砍瓜切菜的操作下 不仅道友们倒地不起剩下的人纷纷也抱头鼠窜 而随着江盛基行事越发肆无忌惮 甚至将毒手伸向了年幼无知的孩子时 监察部也秘密展开了针对他的抓捕计划会议 可在座的人都心知肚明 纵使江盛基存在令人不耻的犯罪事实 有上头那些贪得无厌的高官们的庇护 他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有效证据 极乐派有数以万计的拥护者 如何接近他也是一大难题 况且江盛基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无人能比的 言下之意 成功抓捕江盛基的概率十分渺茫 女检察官恩秀虽不想轻言放弃 却也暂时对目前的局面束手无策 这天国会议员来到江盛基的画馆参观 江盛基清楚议员此次前来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他的儿子急需更换器官续命 所以准确来说 议员如今是有求于他 为了儿子议员只能容忍江盛基的狮子大开口 大手一挥豪至十五亿 美其名曰是购买名画 实则是用钱替儿子买命 收到汇款后 助理很快就替江盛基寻到了合适的人选 一个加拿大籍的女教徒明叔 对于有头有脸的人物来说 这种暗箱操作早已被他们用得炉火纯青 为了拥抱青春延长寿命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那些地位低下的教徒就是他们行走的器官库 但这还远远不够 富人的玩法层出不穷 不少年轻女性教徒甚至会沦为被幽禁的奴隶 警方当然也留意到那些失踪的女性 大部分都曾经是极乐派的成员 他们的失踪绝对和江盛基脱不开关系 可就连检察长都对此案不报信心 还自嘲警察们退休后只能到炸鸡店打工 毕竟政府高度腐败 官员们懒惰懈怠 一无是处的警察们只有炸鸡腿了却残生 用常规的手段肯定是没办法抓捕江盛基 哪个警察都不想摊上这个烂摊子 老王趁机提出不如另辟蹊径 失疑长计以置疑 想必只有疯子般豁得出去的人 才能够让敌人无路可走 反正丁哥和丹尼本就是警队的害宠 干脆派他们去调查江盛基的罪证 可众人或多或少都听闻过他们害人听闻的事迹 他们一个是暴力狂 一个是四处留情的家伙 且俩人都曾经是精神病院的常客 真要让他们参与案件调查 恐怕局面会不受控制 故而大家都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老王却意外地十分自信 而丹尼和丁哥这对欢喜冤家 自然也看不惯对方 丁哥是显而易见的激进派 认为把江盛基痛扁一顿 带回警局就能了事 丹尼显然心思根本不在办案上 只为了拿到一等功吸引更多妹子 如此不默契的俩人即将邀一起共事 不用想也知道会闹出多少麻烦乌龙 果然如老王所料 俩人还没出门 丁哥就要对丹尼挥拳相向 他连忙出手阻止 丁哥怀揣着一腔热血 当下就要开车直倒黄龙 丹尼却拦下了他 还语出讽刺 开这样的破车哪里能接近江盛基 虽然不服气但丁哥也清楚他说的没错 于是他夺过丹尼的驾驶位 再次熊啾啾的出发了 路上丹尼忍不住劝说他 办案无需太认真 反正到最后江盛基肯定会无罪释放 到时候遭殃的还是他们 面对丹尼的叙许叨叨 丁哥也越发心烦意乱 听着丹尼此起彼伏的哀嚎 他也难得有些抱歉 只能当无事发生继续前进 此时江盛基正在对教会的信徒们洗脑 人只能通过自我牺牲和奉献 得到神的救赎 失去分辨能力的教徒们 对他奉若神明 他们大多数人 正是因为对现实生活无望 才会渴求得到神明的指引 江盛基就是利用这一点 操纵着信徒们 不知不觉地 侵占了他们的精神和肉体 有些别有用心的女孩 还会不惜出卖色相 换得飞上枝头的机会 江盛基自然对此乐见其成 这边丁哥和丹尼 也找到了江盛基手下一名小头目 小头目如临大敌 赶忙让人将牌桌收拾干净 不成想 丁哥对他的地下赌场压根没兴趣 只是逼问江盛基现在身在何处 见小头目不敢透露 丁哥也不再多废话 直接当着众多手下的面 让他下不来台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头目也硬起了一把 当场和丁哥俩人对峙起来 丹尼见状不妙 脚底抹油缸想跑 结果被一旁的小弟给拦下 丁哥却更加兴奋了 他正想斩露斩露手脚 话音刚落 两方人马就大打出手 丁哥还是保持了一贯的狠利作风 铁拳风驰电掣般出现在每个人脸上 但没想到 以花花公子著称的丹尼伸手也不赖 他一米二的大长腿 没几秒就踹趴下好几个混混 排桌上的钞票漫天飞舞 雅人的身影却来去自如 小头目见此行刑也慌了 丁哥眼疾手快拦下他的去路 刚想动用私刑 逼他供出将胜机的方位 一众特警就闯进来包围了他们 原来头目早有先见之明 开打之前就报了警 路上丹尼不断埋怨丁哥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光靠暴力压根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于是俩人你一言我一语又死打了起来 直到老王赶来 俩人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老王走后 丹尼才马后炮般道出 自己的暧昧对象知道江盛基的准确方位 这可把丁哥气够呛 合着刚刚纯属白费力气 但现在抓犯人要紧 俩人没有多耽搁 立马动身去找和丹尼暧昧过的女孩 至于那个小头目就倒霉了 江盛基非常不满 他惹上丁哥这种牛皮膏药 于是命侄子将他的眼睛和肾都挖了出来 等到了地方 丹尼特意嘱咐丁哥 这一次千万不能再打草惊蛇 他很擅长和女人打交道 所以待会儿先让他出手 刚刚才栽过跟头的丁哥 却依旧一脸不服气 他不管不顾的闯进房间 杨盐要将女孩抓回去审问 女孩受到惊吓 掏出房狼喷雾 朝两人喷去 好不容易缓过来后 两人赶紧拔腿去追 他们尾随着女孩来到一处死胡同 女孩逼无可避 被两人抓到了天台上 简直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为了让女孩彻底屈服 丹尼掏出上了堂的手枪 瞄准了她分期36个月的名牌包包 为了救下包包 女孩接年爆出惊天秘密 原来每个月极乐派都会到大学城招收女大学生 这是唯一能够接近江盛基的机会 于是丹尼两人决定去碰碰运气 不料真遇到了来宣传教会的负责人 负责人一脸狐疑地审视着丁哥 他饱经沧桑的脸 怎么看也不像二十出头 丹尼连忙打圆场 假称丁哥只是长得着急了点 负责人为了多拉点人头赚提成 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他们过关了 就这样 两个毕业N年的老油条成功踏上了大巴 随着一群大学生来到了传说中的极乐院 大家被安排在富丽堂皇的大殿落座 为了这里的一切不被泄露 所有人在进场的第一时间就被没收了手机 丹尼趁此机会和公组人员套近乎 妄图用美色套取些信息 接着女司仪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 又安排了美女大跳热舞的节目和洗脚服务 洗脚小妹受不住丹尼的聊拨 连何时入职 家有几口人都吐露得干干净净 就在他们以为计划正顺利进行时 一名大学生突兀地打断了他们 好在他只是来敲竹杠的 丁哥他们对奖品毫无兴趣 便干脆答应了他 趁着众人沉浸在热闹中 两人悄悄摸摸上了二楼 随便找了个房间躲了进去 不料真被他们歪打正着 找到了江盛基的书房 墙壁上挂满了江盛基和各国总统的合照 丁哥通过合照发现 江议员和检察长都与他交情匪浅 这也能证明 他的势力早已渗透了韩国政府高层 丹尼处于欣赏 抚摸了一座雕像的胸部 没想到意外开启了一个暗室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叹 映入他们眼帘的 都是些有价无市的收藏品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暗室里的内室 内室中央躺着一张无比奢华的大床 丹尼当场就开始异想起来 最后他们发现了一个保险柜 虽然两人都断定 里面肯定有不少罪证 但苦于没有密码 他们只能大眼瞪小眼 蹲得久了 丁哥刚想起来活动活动 结果正主江盛基 竟活生生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次丹尼反而想着先发制人 丁哥却拦下他 打算先看个究竟 可下一秒 两人都被女助理用电枪击晕了 江盛基的侄子瞬间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 安保一直是他负责的范畴 如今居然掉以轻心被两个警察寻到了这里 为了挽回局面 他让人给丁哥他们打了麻醉针 然后直接送到了山里的一处教化所 教化所寒冷偏僻 寸草不生 被嘎了器官落下终身残疾的人 都在这儿苟且偷生 这里有专人24小时看守 逃跑的人只能吃枪子 没了左眼和肾脏的小头目 更是对他们怀恨在心 为了报仇 他让小弟给两人注射了置换的毒品 丁哥他们简直是插尺难逃 两人迷迷糊糊的就被丢进了一座漆黑的牢房 昏睡数小时后 一个女人压抑的哭声惊醒了丹尼 于是丹尼赶紧把丁哥也叫起来 妄图从女人口中得到些信息 女人恩静见状也停止了哭泣 开始讲述自己被关进这里的原因 原来他的妹妹被江胜基匡骗失去了下落 他为了妹妹不惜当众揭发起真面目 结果就被人迷晕带到这里囚禁 听完来龙去脉 丹尼连西的抱住恩静一番安慰 还大言不惭地朝他夸下海口 而侄子因为这次的纰漏 被江胜基用棒球棍打了个半死不活 这么些年他就像一只哈巴狗般的活着 巨大的屈辱让他蒙上了背叛的念头 这边丁哥和丹尼也终于看到了希望 小头目不解气 为了拿他们寻开心 故意让他们斗欧 输的人可以少走二十年弯路 获得和寂寞富婆共度一晚春宵的机会 丁哥向来对女人不感兴趣 当机立断就和丹尼比划起来 丹尼一边躲避着他的攻势 一边洋装反击 借着打斗将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终于被他们找到一个突破口 俩人一个鲤鱼打挺冲出了包围圈 小头目带人拼命从后头包抄 无奈最后还是被他们逃脱 把教化所大部分的人都引开后 丁哥俩人也没顾着自己逃跑 反而还大发善心 折返回去救下了恩静 这一番动静引来了两个看守 万幸他们三下五除二就将来人放倒 就在三人互相搀扶着离开时 一辆警车适时出现 三人以为终于脱离苦海重获新生 却没料到这竟是再次洋入虎口 原来江盛基得知三人逃跑的消息 特意让相熟的急毒警将他们扣押起来 经过尿剪 丁哥他们体内的确残留毒品 这板上钉钉的事实 经过媒体的发酵 一时之间 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韩国民众纷纷对警察 知法犯法的行为进行强烈谴责 不管怎么解释 都没人相信他们是出于被迫 这下可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连女检察官恩秀都对他们失望透顶 而丁哥则由副检察长专门负责审问 看着档案上丁哥那些离经叛道的履历 副检察长忍不住嘲讽他 警察不像警察 反而像个二愣子 丁哥早就意识到 这是江盛基的圈套 不管是嫉妒组长 还是副检察长 都是他的人 先是白白蒙受了冤屈 又被人阴阳怪气 丁哥内心的火苗吞一下就冒上来了 从来没人敢在他面前这么大放厥词 于是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话音刚落 丁哥就一把推翻桌子 将盗报黯然的副检察长摁在地上暴打 保王得知这个噩耗赶紧来看望两人 可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帮他们申请保释 而西面粉的污名 他们只能暂时背负了 同时他还带来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恩静再次被江盛基抓了回去 丁哥倒不关心自己的名声 他只想用尽一切办法 将江盛基抓捕归案 可如今他们遭受各方阻拦 情况很是悲观 王组长欲言又止 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 他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再给他们希望 维护正义的人有很多 但以卵基石谈何容易 老王担心他们出师未捷身先死 故而没有答应他们继续调查的请求 心情十分激愤的丁哥 把气都撒在了丹妮身上 责怪他总是拖后腿帮倒忙 丹妮也反唇相激 指责丁哥做事不经大脑 经常把计划搞砸 俩人都在气头上 所以互相埋怨对方 由于不清楚任务 是否还能继续进行 丹妮忍不住 开始为自己谋出路 甚至一想天开到成立一间牛郎店 丁哥却满心满眼都是干掉江盛基 将极乐会连根拔除 免得再有无辜民众受害 眼见他态度如此坚决 丹妮也不想多劝 因为此事 王组长找到女儿秀秀一起喝闷酒 酒过三旬 秀秀道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其实他能看得出 丁哥两人对案子十分上心 王组长因为女儿的话再次动摇 可还没等他决定再给两人一次机会 丁哥就已经打算逃出压解车 继续找江盛基的罪证 丹妮看穿了他的心思 于是便替他打掩护 他让丁哥假装发扬巅峰 自己则大声呼叫压解员 压解员果然上当 正打算对他们施以援手 结果被他们三下两下给打晕在地 两人正打算离开 不料秀秀突然出现 看着冰冷的枪口 两人一时之间也不敢妄动 但秀秀来此 却不是为了阻止他们 丁哥满不在乎 他可不管带回来的是人还是尸体 只要能将犯人绳之余法 他就心满意足了 丹妮插不上话 只能尽量打着原场 没想到秀秀却给他们带来一则好消息 原来前几天 江盛基的侄子主动投案自首 向他们揭发了江盛基 今年累月的罪证 只要丁哥他们能把江盛基抓捕归案 他们能保证一定会起诉成功 有了这一剂强心针 丁哥瞬间原地满血复活 直接抢过秀秀的手枪就出发了 但妮觉得他们应该从长记忆 不应再如此莽撞 丁哥却误以为他是想临阵逃脱 可如果再继续追查下去 恐怕就不是关押几天这么简单了 江盛基绝不允许身边存在任何隐患 恐怕他们还没拿到罪证就消失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人第一次分道扬镳 丁哥藏在狂热的信徒中 再次混进了极乐院 不知所云的江盛基 还在对女孩们赐福 实则是对女孩们偷偷开油 气氛到达高潮时 一杆冰冷的手枪抵住了江盛基 可就算丁哥为江盛基戴上了手铐 他依旧气定神仙 毕竟这可是在他的地盘 丁哥满心以为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就算江盛基的保镖倾巢而出 他也无所畏惧 但子弹总会用完 就在这危急存亡的一刻 丹尼拿着枪赶来支援 可刚放出豪言壮语没多久 丁哥就眼睁睁看着他被女助理电晕 而丁哥自己也没能幸免 江盛基露出胜利者般的姿态 这次他要斩草除根 两人被搬到了手术台上 好在最后关头丁哥醒了 一脚踹云一声 丁哥摸索着拿起手术剪刀 割断手上的绳索后 又去查看丹尼的伤势 可不知是否麻药过量 丹尼迟迟迟不能苏醒 连心跳和脉搏也跳动得异常缓慢 丁哥以为搭档被自己害死了 顿时后悔不已 没想到丁哥怒骂一通后 丹尼居然奇迹般地重新坐起来了 两人都整理好思绪后 果断重新出发 江胜基原以为麻烦已经彻底解决 甚至当天就邀请了达官贵人来参观画展 说是画展 其实是一个大型器官展览 那幅画被人挑中 画中之人就即将性命不保 丁哥和丹尼四处乱转 阻止了一台器官移植手术 那些助纣为虐的刽子手和保镖 被他们打了个落花流水 他们默契十足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再次来到了江胜基面前 倩丹尼拿出手机录像 大家纷纷无脸离开 两人这才称兄道弟没一会儿 又产生了分歧 只因他们都想单独去救恩静 可还没来得及英雄救美 江胜基的助理和保镖 就把他们包围了起来 看着他们狂妄自大的模样 丁哥也放出狠话 话不多说 两人立马开干 只是丁哥出师不力 还没靠近就被女助理射伤腹部 但这也为他赢得了接近江胜基的机会 于是他们兵分两头 丹尼留下对付女助手和保镖 丁哥则继续跟着江胜基和其亲信 丹尼敏捷如风 动作潇洒 保镖们纷纷都败下阵来 唯有女助手尚且能跟他对上几招 只是他没想到丹尼如此色胆包天 竟然让他胸前春光外泄 就这关头他还不忘聊妹 把女助手气得脸色潮红 丁哥这边则遇上一名高级打手拦住去路 打手嘴寒棒棒糖 扣死邹杰伦 结果差点被丁哥给打成双结棍 解决掉打手后 丁哥来到保险柜前 拿到装有所有江胜基罪证的U盘后 丁哥立马就转身去找恩静 不料丧心病狂的江胜基早就做了二手准备 他将十几个年轻女人打扮得一模一样 装进了玻璃罩中供人观赏 丁哥压根无法分辨出到底恩静被他藏在哪里 好在打斗中 江胜基不慎射穿了其中几个玻璃罩 这才让恩静得以重见天日 但此时丁哥的体力也逐渐耗尽 江胜基完全占领上风 对他不断拳打脚踢 丁哥被他殴打得奄奄一息 瘫倒在地上 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江胜基正想捡起枪 把他一次性解决 或许是丁哥命不该绝 枪里恰好没有子弹 关键时刻 丹尼提响赶到 将江胜基给砸晕在地 接着 不顾地上的丁哥 忙不迭地朝恩敬献殷勤请 而丁哥也找到机会得以一血前耻 就在这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 检察长居然闯进来射伤了江胜基 原来 江胜基手中握有他身受贿赂的罪证 如果江胜基落马 他的位置也即将不保 为了让秘密永远留在这里 他甚至打算将丁哥和丹尼也杀了灭口 可他刚打算扣动扳机 副检察长就出现在身后将他击毙 原来 副检察长竟是江胜基的女婿 就在大家沉浸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时 女检察官秀秀和王组长及时出现 丁哥他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一波三折的结局实在是让人提心吊胆 随着极乐派和财团背后的恶行被一一揭露 涉嫌贪污的官员也都被革职调查 江胜基跌落神坛的同时 无数信徒也获得了真正的救赎 最后 他神奇地在监狱里心脏病发身亡 而在丁哥和丹妮的努力下 恩静也成功找回了亲生妹妹 久别重逢 相拥而起 看着他们好不容易团聚 丁哥和丹妮也感动得一塌糊涂 气不成声 等他们伤好后 老王信守承诺给他们颁发了一等功 他们终于不再是警队的臭虫 随着他们名声大噪 其他分局都纷纷来向王组长挖墙角 丁哥和丹妮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虽然他们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好警察 但他们绝对是最默契的办案拍档 他们不畏强权不惧困难 是一支最特殊的组合 法律是死的 人是活的 当法律无法主持公道的时候 非常规办案手段就会出现 还世界以公平公道 用以端正世道人心 《制外法权》这部电影中 以暴制暴的意义似乎就在于此 让人吐坏淋漓